而高雄气暴也炸出了中央跟地方 执政跟再也能不能跨越政治口水的大难题 高雄市长陈菊本来想率官员亲自到台北 针对权责划分跟高雄的石化安全等 跟江院长交换意见 不过行政员表示呢目前救灾第一 看来呢江局会还得再等一等 高雄发生大气暴 谁该负责任 中央地方争执不少 终于有共事 旗舰摆两边救灾放中间 陈菊还将北上和院长江一化 面对面 我们打算要再增加更多的兵力 我们主要做的事情 就是对于被炸开的这些排水管 他们的这个水路的清理 让它像这个河流一样 能够有比较通畅的这个鲜血管道 在面对这些产业所面临的挑战问题 我们愿意跟中央在这个部分 大家来讨论 是不是江院长能够 拨控跟我们高雄市 大家一起很理性 来做这些讨论 那院长马上一口答应 陈菊打算率市府官员 北上和江回沟通意见 重点包括19亿的重建工程款 高雄市出3亿 中央支付16亿 该怎么使用之外 对于管线管理的权责划分 到底是中央还是地方 也得好好厘清 最重要的是 针对高雄石化产业与安全问题 也要交换意见 对于台湾的石化业的安全发展 它是一个理性面对讨论的课题 希望等到救灾 告一个段落以后 大家来理性的探讨这个问题 这个是市长跟院长这边 他们的共识 灾后重建路漫长 成局打算本周北上会江回 除了后续重建工作外 石化产业的议题 未来该怎么规划 不过行政院表示 江回已经责承相关部会准备 但希望救灾告一段落 再会面 先让灾民恢复原本生活 U10TV有家伟小比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